就是这样的,他们说你唱的时候就是很真实,但是其实我们的那个会比锦音乐,你知道吗,我们的俊俊就是很天真很可爱,他完全不知道唱什么,然后搞一个成都话,然后就怕他们打架,然后说,胡胡,你们老家,下次你不会去到北京唱北京,北京话,也不一定,两千万的时候再说吧,两千万的时候再说吧,两千万的时候再说,一定好了,再说吧,再说,两千万的flag有点多,不会,怎么会,来,我们这一份的唱歌挺好, 所以这个我们有否要够,我还记得我们刚才少了一个步骤,要把事情两边按一下,förảm的馅都露霉了,这个是你包的吗?是我包的,包的豆腐渣,按一下 这不是你是我师傅吗 待会 待会散架了 待会煮下去 茶也没有了 你说我包香都不炸吗 哪香都不炸了 你这馅都露出来了 你把你掰开了 不 这样 不行 得一下 这真的是强迫症 要把每个都要给他弄得很完美 很认真 待会煮了 待会谁吃呀 你吃 你吃 你快吃 一会我们把它赶紧煮了 然后这个啤酒不要走 这一碗刚刚好 我们要煮一会儿时间 我们把手拿给君丽拿一个皮擦一下 谢谢 我们把这个拿开 然后呢 我可以来 再吃点水果 聊会天啊 OK OK 哇塞 你们直播间看起来 灯光不得好好 是不是很好看 不过你的那个皮肤里什么样的光都好 谢谢姐 你也是 谢谢 我们一会儿 一会儿要互相再互花 来 吃水果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 我之前 听说准备以后给儿子取名叫恭喜发财 你知道是 你知道是你说的吗 是 是 谢谢的取名叫恭喜发财 前两天说了 然后 给儿子取名叫恭喜发财 女儿叫什么 女儿 我前两天没有想到 你这么早就给儿子取名了 别动 对对对等一下 那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和微博 还有我们的团队收集了一些 如果给那个俊杰的女儿取名 因为他们说你给儿子取名 那万一是女儿怎么办呢 儿子叫恭喜发财 女儿 我们给你取的一些 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好不好 你给我看看 来 这边 来 这个我们已经很认真了 来 她的公主 你看 什么 公园 公园 公事 公成师 公艺品 公积街 公过日 你这取的也太不走心了吧 工作餐 公姿条 公娘 我女儿贵喜欢这种名字吗 然后看看工作人员 不 这个这个不行 这个国际是你的公共的元气的 然后公不应求 不行 不行 公商银行这还可以的 这些都不行 工作顺利 都不行 公公整整 我想到了 你想想哈 俗话说这个 男孩要穷养 女孩要富养 是吧 我给我儿子都起名叫恭喜发财 那我就希望他自己努力一点 对吧 以后靠自己 恭喜发财多赚钱 我女儿以后一定要富养 那就叫 富养嘛 那得很有钱 那就叫公德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婆你笑死了 公德起 公德起 就证明我养得起我女儿 就叫公德起 你怎么写下来 来来 你写下来 来来 我今天把这个 不行 我今天把这个名字写下来 我以后 我真的如果有女儿的话 那怎么办呀 保留啊给他那个 你看爸爸当时 我们给你请的想那么多 然后后来就 一下在一瞬间 爆发可以想出来的名字叫公德起 我本来说 他们说叫公主殿下 是吧 我不能把我自己 我不能把我自己带入坑里面 因为公德起 这后面两个字 还有迂回的余地 所以就不要写 公德起 万一 对不对 万一 对不对 万一可以想想别的字 公德起 可以再改一改是吧 可以再想一想 中华文化博大今生 对吧 到时候再想一想 可以可以 小精鬼 可能让我女儿怨恨我 对 你知道吗 你今天来的时候 我们今天聊得很长时间 因为我觉得跟你聊天很欢乐 谢谢 对因为我觉得你 你看一定不像第一次来直播间的 你真的没把这里当卖人 我自己直播过啊 以前 什么 你个人是很经常直播 不是 我是生日每年直播也是 那你个人多经常直播呗 我们去看好不好 也不是不行 对啊 就自己没事聊天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那个吃饭的时候聊天 把你的那个直播开起来 看你吃饭 在看你吃饭看你喝水 也很开心的吃播 哈哈哈 对对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你看看 来来自己人自己人 怕什么啊自己人好吧 然后呢没事 业务业务那个要多营业 然后呢还有就今天来之后呢 我们有个游戏 什么游戏 玩吗 好呀 那说实话 我们有个游戏 就是每次来我昨天有一个 就是破冰游戏 但我觉得你不需要破冰 我自来说 厂子已经很热了 这厂子已经很热了 但我觉得还是要玩一下游戏 对 来齐儿 对因为之前会有一个很经典的游戏 叫猴子蹭树 应该知道吧 然后今天我们是因为人间百名俩来了 等一下你玩过抓鸭子吗 没玩过 抓鸭子都没玩过 我真的没有玩过 你那你平时跟朋友 他不会买一些游戏啊什么的 这玩游戏都是一些简单的 比如说 三个字什么呢 说三个字 不要重快 是接下去还是 不要说你我他 你我他 对对对 你玩你没有玩身体 抓鸭子吗 我就抓鸭子 抓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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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两只 抓三只 然后就抓到了 抓到了 然后就嘎嘎嘎 三下 但是我今天这个升级的不是抓鸭子 是叫猴子唱醋 抓鸭子 不不不 猴子唱醋是一个经典版 升级版 你老来了我们要改一下 你来吧 你来唱 你来唱唱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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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这样我们这样三个来演示一下吧 对好来 比如说啊 好像要文回来的 两个要唱歌 三个要唱歌 四个唱歌 谁唱两个 等一下我会100个唱歌 这两个是10个 刚进来看我们VR工具 多笋啊 有笋吗 他们吃的笋 没有了 那我可以说 十之以内 然后随便说是这样的 就我们五个人 那你这样看镜头 因为你能看到反向 然后谁淘汰的话就是谁 然后出局最后留的那个人赢的人会有奖励 什么奖励 好来 我是游戏戏 我们顺时都顺时 那你来吧 什么说来的 十之以内 几只鸟唱歌 三鸟唱歌 我从你的 ok 九只鸟唱歌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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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我对了 我几只鸟唱歌 什么 几只鸟唱歌 呜呼 三鸟唱歌 三鸟唱歌 呜呼 五鸟唱歌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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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注意点 好 等一下刚才那个 你输了不算 因为刚才那个酸酒生 好吗 对对对 因为那个俊俊他的那个 玩特别 一下就会玩了 来 来准备 ok 七鸟唱歌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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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只鸟唱歌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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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只鸟唱歌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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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只鸟唱歌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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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都是个 啊 六只鸟唱歌 等一下 这个这个真的没有 没有排练过 就不知道怎么会到你这里 就当你说自己要唱歌 怎么全是我 你教什么 因为不小心让你呜呜唱 让你来发那个标 我刚才已经唱了 对但我觉得你刚才反应还挺快的 这个动作还没有开始就 你先要唱歌 一会回报来一下 就是特别可爱 另外要唱歌 先要唱歌 你是那个鸟的那个头子 然后我们后来 要玩的汉的手 对 对 但我觉得这个 就觉得很厉害啊 这个 对 我比较静人 对 对 我赢了是不是要给直播间的粉丝送 对唱歌 哈哈哈哈 你让我公布下今天的奖秘 所以你一个人其实是可以得到一个发财术的 发财术 对 你发财吗 恭喜发财 真的发财术 哦 对 因为那个 谢谢 对 可是我明天要坐飞机我就带不走 不是你就捧着那个 我明天不坐飞机会的 然后路上然后就开始就看 你俊俊捧了一个发财术 哎 你知道为什么我从发财术吗 为什么 就想问一个问题 发财的 发财 那就是意思 大家发财 如果俊俊以后实现了财务自由 你想做三件事情是什么 财务自由一件事情够了 不是 财务自由我就都都都不用工作了呀 哈哈哈 哎 你的金银姐好没 什么 财务自由 我不用工作了 不工作了 他们就失业了 哈哈 什么 你不用工作了 那你还是别财务自由了 对 不会的 不会的 开玩笑 就就 还是多拍作品吧 就还是想把那个工作都多做 完成完成啊 对 对